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是我們的專題主題 傳言人在疫情下的防疫措施激影響 然後這是我們的組員 我們的組員有李淵恩 然後在錄影的是防疫圈 還有孫益嘉賓真平 我們的指導老師是黃正邦老師 這是我們的目錄 這是我們的栽要 就是近年COVID-19對傳言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像是困在城上無法下船 身心疾病、防疫措施等等的問題 那我們利用文件探討去研究疫情造成的影響 及海源遇到的問題 以及各國如何去應對疫情所實施的政策 那經過本研究,我們有四個實際的個案 真理上必須承受COVID-19的肆虐及危險 心理上還要承受無法回家的壓力 輕症的話可能只有憂鬱症而已 但是最嚴重的結果可能會導致自殺 我們研究的動機 就是因為近年來 全世界都受到COVID-19的重創 使全球各行各業都要 規定他們自己的防疫措施 還有計畫來做對抗 希望能藉由這次我們的專題報告 可以讓大家更了解 目前疫情各業的航運業是如何進行貢擇的 我們的研究目的是 研究COVID-19是如何影響航運的 然後我們再透過分析文獻去瞭解 我們在防疫期間應該要採取什麼樣的措施 並且分析目前海源所面臨到的問題 然後去加以解決 這是我們的第一點 COVID-19 它的起源是來自於中國湖北武漢城 發現不明原因群聚 在2019年12月的時候 然後在1月21號的時候 我國就第一期有一個進入意外的確診個案 所以才會就進來台灣 那它的症狀就是會有咳嗽、火龍痛、體溫過高 然後嗅覺跟味覺喪失 那它的傳染途徑就是像是我們要戴口罩 就是因為它會經由呼吸道、飛沫及氣焦力 那長時間暴露的話可能就會提高感染風險 所以我們一定要戴著口罩 然後這是一分鐘就可以看懂了 新冠肺炎感冒跟流感他們的差異在哪裡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就好 那這是新冠肺炎COVID-19 對於全球行業和全國營運管理的影響 那首先就是 受疫情的影響 全球貨物和貿易都受到嚴重的衝擊 還有鋼口罩的功能 因為有些他們會確診或是被匡列 所以他們工作的作業量會減少 那傳播裝卸受到影響 還有也會造成嚴重的塞港 所以疫情全球扮演 國內外的港口都加強了對船員 還有傳播在港內期間的管控 也提出了嚴格的船員登入及限制船員換換的規定 那這次IMO的秘書長他強調說 面對冠狀病毒的情況下 維持海上貿易和保護海員的福利也是至關重要的 然後我們海上疫情的傳播他有以下特點 傳播途徑和我們的航道是密切相關的 港口跟船雜是關鍵的一個節點 船員如果是COVID感染者的話 他就很不容易去排查 然後交通管控點設置也很難去全面去覆蓋 除了那些港口跟船雜是固定的之外 其他的航道都是開放的 那再來我們是要講不同國家的防疫政策 那我們就以美國來舉例 那像美國的防疫政策 他是對所有船員進行COVID-19預防和緩解火訓 然後船上監測船員和非船員COVID-19的緊張和測證 跟症狀 那COVID-19測試就是他會有一個COVID-19測試 然後在機上隔離檢疫和身體距離 就是要與他人保持至少療餅 然後有充足的醫療人員 這可以包括遠程醫療和遠程醫療提供者 那登船前的程序 一確定他們在14天內沒有COVID-19的提升或是症狀 那有COVID-19症狀的人呢 有症狀的人應該要由醫務人員進行評估 並確定他們沒有感染或是完全隔離COVID-19才能登機 那密切接觸者在完成14天的隔離前 應拒絕與患者接觸被接種和疫苗者登機 過去接觸過COVID-19患者 並且完全接種疫苗的人 應該在最後一次接觸14天之前 檢測自身的狀況並遵循CDC的指導 這是比較重要的 那在過去三個月內從COVID-19康復的人 接觸後無需隔離或接受檢測 但應該要採取以下的措施 像是鋪入後14天內 就應該要在室內佩戴口罩等等 那上下班上下船換班 為提到一些解決的方法 那因為背景就是疫情蔓延 許多國家對港口出入的設置有多種條件 包括船員可以正常換班還有遣返的限制 但是儘管可能會阻礙全球航運的正常運行 也違反了國際衛生條例 還有便利國際海上運輸公約 以及其他國際的準則 但是鑑於檢測的風險 我們也是只能遵守 那國際衛生條例的話就是 規定遵守協議的國家 需要為嚴重傳播疾病的爆發 像世界衛生組織的通報 那附到通報範圍 至任何新發現的傳染病 或者是輻射化學引發的事件 那便利的國際海上運輸公約 是盡量減貨和減少國際航行傳播相關的手續 文書要求和審序 以便利海上運輸 還有各地月國達成的準公約 那目前部分船員 無法按期換班和前返日 繼續解決的問題之一 還有2006年 還是勞工公約規定 海員應該在船上無休假的這場 連續服務的時間為11個月 但通常為3到9個月 所以是 最後是無星的按上時間 那人權問題的話 他們國際運作公安聯合會有說 船員換班的危機相當於 嚴重侵犯的基本人權和勞工的權利 人權案企業研究所也說 船員換班的危機是 2020年需要緊急關注的 十大最關鍵的商業和人權問題之一 面臨挑戰這些包括 替代包機運輸 分類簽證的問題 還有都會幫保障班 疫情期間傳染控板的工作 就是我們要 嚴格落實第一道防線的要求 然後還有防疫計畫 然後重點落實公司 對於建立防疫隔離點的要求 然後確保物資充足 然後加強重點防線的監控 真心關心傳染 然後針對性的對新冠疫情給 所以傳染的心理健康帶來的影響 進行去蘇打 這是傳播業者防疫處置建議 那我們就是建議三點就是 船長應指定專責人員 然後航海日治 醫療日治與船員上下紀錄 然後提供港口主管 當局及衛生單位隨時查閱 第二點就是 船長應指定專責人員 落實船員每天體溫的測量 然後盤點傳 傳備上單獨之隔離空間 藥物洗手設備等 然後落實船舶環境清潔與消毒 那 船員的防疫措施以及健康的管理 首先的話就是注意呼吸道 還有衛生的咳嗽禮節 那第二點就是 有咳嗽等呼吸道症狀 你就要配戴外科的口罩 當口罩震到口鼻分泌一部的時候 就要把它丟掉 然後還一個新的 那打翻體的時候 你要用面紙或衛生紙還有手帕 遮住你的口鼻 或 如果你這些都沒有 你可以拿衣袖來代替 那如果呼吸道症狀 然後 所以與其他人交談的時候 你要保持一公尺的距離 或者是1.5公尺 那 船員的檢測的話 每天你早晚都要養體溫卡的紀錄 那 出現發燒還有咳嗽和流鼻水的症狀 你馬上要跟村長還有指定的專程人員來報告 那 症狀出現後 你要在船上的獨立空間進行隔離 那 對於船上區域還有 船員的過訪客 互動的特定程序期間 建議的個人的PPE 那 像這個的話 就是我在船上的隔離的政策 像 你們要配戴EON口罩 還有一隻新手套 然後手部經節那些的 然後每個區域都有不一樣的隔離的政策 我們出現疑似個案的應變處置 如果船上有疑似COVID-19的船員的話 就要進行以下處置 就是要隔離 然後通報下一個港口的衛生單位 然後就醫及檢驗 那我們要留意以下的原則 醫療照護 殘食 廢勤 那 船員的身心問題 現今COVID-19盛行期間 船員維持上業航運的難至關重要 但是如果影響了船員輪班的狀況 也影響了港口與船口之間的作業 那 有研究顯示 就是這下船上的工作和 這影響了船上的工作和生活 海員在船上的時間長度 以及海員家庭狀況 利用社會科學研究分析了 622名國際商船的海員 調查顯示疫情大流行影響 增加海員的疲勞和經理健康的問題 那 COVID-19也給運輸業帶來很大的影響 像是在2020年3月暫停營運 但是COVID-19盛行期間 船員業人要繼續營業 那依據國際海事組織 IMO表示 而將疲勞定義為 任何能降低和削弱體格的 精神的感情的 能削弱生理上的能力的 那疲勞是海運以及海運界 必須面對著現實的問題 身體健康問題 可能是睡眠不足 工作時間 回擺生理時中 長時間熬夜 壓力等等 耐性疲勞 及當恢復不足時 隨時時間的推移 而累積疲勞彈員的身體健康 最近才開始說要關注 目前我們關注兩個 環境的經理健康問題 抑鬱和焦慮 這可能比較好 專員的心理健康還有工作環境 心理健康問題和疲勞 可能是由於過度長時間的反復壓力下 那處於工作的要求 生活上有一個負面的經歷 此外 心理健康問題和疲勞 也可以是互相影響 也可以是互相處境的 那在工作環境中 員工的心理狀態 和疲勞會受到工作需求的影響 工作需求是需要持久的體力 你才能好好的上班 然後才要高專注的能力 那再來就是我們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的話 我們是以文獻回顧的方式 來探討過未來的出現爆發 然後再到全世界的影響 那透過各國的防疫政策 來討論海源所造成的問題 它很影響 那從各個世界組織的相關資料 還有防疫政策措施 去討論還有總結其解決方法 那這是我們研究的流程 我們先是設立研究主題 然後再 想那個研究的東西 好方法 然後我們先討論以及調查 回答一些防疫政策 像我們剛剛那個 其他國家在政策 還有船員的心理影響 再來是我們的結論 那再來就是我們 那個分析跟回顧 那這裡的話是鑽石工主號 上面有700公民乘客 還有那個船員確診 新冠肺炎 那大部分的船員 並不允許乘客們一起下船 所以他們有些被迫留在海上 那因為有些船員心理壓力過大的案例 像是海洋珠寶號 丟了一個船員跳海身亡 那再來的話 也是2020年的5月6號 有一名 有一名烏克蘭籍的船員 他在等待被送回國的過程中 因為一些疫情的關係 然後班機被取消 然後在路特在耿口 跳船自殺了 那這是船電操船的報導 那在5月9號 也有一個匈牙利的嘉年華隊 團隊的船員 在這套船上的郵輪也不幸的上升 那5月10號 畫一有一個海洋水手號的船員 中國級的船員被發言死亡 那這個是指出 僅在過去兩天內死亡的第三名船員 也是一週多一點時間內死亡的第四名船員 那這個就是他的報導 那這是他 那這是我們的結論跟建議 近年來增加了新冠肺炎的病毒 帶來人類經常生命上的威脅還有各國運作的挑戰 那初期的話 我們對於新冠肺炎的資訊有限 所以面臨商船要有人等大型交通運輸的港口 還有檢疫 那船員以及岸上人員 需要在短時間內緊急應對與擬定防護的措施 那身體上的話 我們就要面對新冠肺炎 還有一些後遺症的疲勞 或無法專注一些工作 那這次研究得到 船員除了身體上飽受這些折磨還有威脅 我們最後心理上也可能會 疑患憂鬱症那些的 最後可能會變成海上監獄 然後就選擇跳海自殺 再來是建議 我們未來也會成為海上工作的預算組 所以我們想要藉由這次專題探討疫情 對我國跟其他國的影響 以及各國如何去防範 PTE的使用船員換班的問題 當我們在廠商的時候 要如何去面對疫情 有疑似個案的話 我們要如何人情去面對 像是如果發現身心出現問題的時候 就要找人家求助 我們能做的就是健康管理防範未來 然後我們疫情總會好過 這是我們的參考資料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有點不開心